大家好,我是小斗 收拾好了 准备出发 撞不下的 老娘给买了好多水果 就带着吧 到这边这条船上 上船了 这里是我干活的船 看对面 跟它是一样的 后面这一块就是 拉网吧 看一下 船尾 这网拉上来以后我就 到前面把火浇下来 这边就是冰汤了 这里就是鸡汤了 过去下去看一下 我爸就是专门在这里面 负责干活的 这边就是我的小窝 还行 有点简陋 不过还挺好的 有机房住就行 这个屋警吧 很远 你像我站起来以后 都不敢把腿抬起来 就跟蹲马步一样 现在跟大学打个电话 开个视频 省得千千担心我 哎呦上船了 到了呀 到了 那个 过会就没信号了 跟你说一下 那你注意安全 知道海上风大不大 没事 没事 不用担心 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好的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这两天就来台风了 不过 持续时间不长 一千两千的 今天不要让他们担心 不是 我在船上就是负责 这个货物分类 给那个一些小大伙 因为之前没有出过远海的经验 所以说其他事情都不归我管 给船长沟通过 看我情况特殊 所以说允许我在船上拍摄 在不影响干活的情况下 这个活吧 工资的话一个月是在八千左右 还行 我感觉还可以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过来干 并不是说先工资 急了少了 而是说太危险了 太累了 看这就是机舱 这就是我吧 这里面的路约太大了 现在舒适的差不多了 准备出海了 走了 出海了 哇 风好大呀 这地方太吵了 吃完饭就要开始下网干活了 开饭了 米饭 大白菜也逗了 还有点肉感 这还没干活呢 刚才接到通知说来台风了 台风很大 让我们抓紧往回跑 我这远洋生涯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回来了哟 喜欢小豆子在下方关注我一下 感谢了 拜拜